大家好,欢迎收看,茂声说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老鼠仓。老鼠仓是什么?近期基金业传出一个大瓜,说是很多基金经理通过场外期权搞老鼠仓,设计人员多达300人。 啥是老鼠仓呢?主要是指公募基金相关人员、投资总监、基金经理等先用个人资金低位买入某股票,再用公有资金拉升该股票的股价,然后个人账户高位卖出获利。 举个例子,基金经理小明嫌百万年新来钱太慢,灵机一动,准备来个骚操作,他先让自己的好哥们小黑开个证券账户,再用这个账户花200万按50元每股买入A股票,然后用自己掌握的基金花1元大量买入A股票,A股票价格快速上涨,变成80元。 散户们一看,这股票牛啊,赶紧抢着买,股价继续涨到100元。小明一看时机成熟,让小黑赶紧卖出,直接获利200万。股价这么容易拉升,有小伙伴可能会问,1亿元就可以让一只股票快速上涨吗?答案是可以,只需要该股票在市场中流通量很少就行了。 举个例子,假设A股票目前可以流通的股票只有一百股,被散户小白持有,其余全被庄家在之前慢慢买入,攥在手里。 目前股价是50块钱,那么庄家只需要挂出55元的买单,小白就会眼睛放光地,卖出股票,股价变成55元,涨停。 也就是说,庄家只花5500元,就可以让A股票涨停了。 期权是什么?期权,是指在某个特定时间内,买入或卖出某种资产的权利,特点是花小钱办大事。 举个例子,A股票100元每股,小明1万元只能买100股,股价哪怕翻倍,也就赚1万。 但如果小明花1万元买入A股票的看涨期权,比如一个月后,按100元每股买入2000股A股票的权利,假设一个月后股价涨到200元,小明就可以赚20万。 相当于20倍杠杆。 假设一个月后股价跌到90元,小明可放弃权利,无非是亏掉1万元期权费。 反过来,如果小明觉得A股票会下跌,他可以花1万元买入A股票的看涨期权。 比如一个月后,按100元每股卖出2000股A股票的权利,假设一个月后股价跌到50块钱,小明就可以赚10万。 也就是说,通过买入期权,盈利上限可以翻N倍,但亏损以期权费为上限。 场外期权又是咋回事? 所谓场外,其中的场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交易所等交易场所。 场内就是在交易所内交易,场外则需要找有场外期权资质的证券公司办理。 相较而言,场内期权比较标准化,可选择的品种较少。 而场外期权则更freestyle,买卖双方可以根据需求自己定制期权的具体条款。 比如场外才有针对具体股票的期权,所以对交易者的经验和资金要求很高,个人是不能参与的,只有资金雄厚的机构才可以。 近期的传闻到底真的假的? 理论上,基金经理确实可以用场外期权搞老鼠仓,一方面去买入某股票的场外看涨期权,比如一个月后用100元买入20万股A股票的权利,另一方面用自己掌握的基金去拉升股价,比如拉升到200块钱,那么他们买入的期权就可以赚到2000万。 实际上,这么操作是很复杂的,因为这会涉及很多人,保不齐会露线。 首先,基金经理个人是没法买场外期权的,他得找到一家有资格的机构帮他买入期权,涉及巨大利益的事情,很容易扯皮和翻车。 其次,买场外期权是需要找由场外期权业务资质的证券公司办理的,但监管对证券公司开展场外期权业务试管得很严,看得很紧的,证券公司也不傻, 未必看不出这里面的猫腻,犯不着为了那点期权费去冒风险。 成为一名公募基金经理,收入,前途和社会地位都是非常光明的,而且,现代监管科技也越来越发达了,干这个风险太大。 所以虽然不排除有个别基金经理利欲熏心,胆大包天,为了暴力恋而走险,但传闻中涉及300多名基金经理,锁定30多个就属实有点太离谱了。 所以,在事件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,我们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吧。 那些问我要不要卖出基金的小伙伴,我的建议是,耐心拿着吧,时间会给你答案的。 最后,感谢你的收看,我是茂生。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,麻烦给我点个赞。 留下评论,我们下期再见。